好,今天一開始就說昨晚的一場聯賽盃四強的首回合賽事 曼城主場迎戰在八強曾經淘汰過曼聯的布里斯托城 曼城今天起初的陣容就好像無風陣一樣 但其實就找史達寧踢前鋒 也要讓阿古老休息一休息 現在曼城只剩下一個前鋒,耶穌傷了 史達寧踢前鋒速度當然快過阿古老 但做支點也不是說多過阿古老兩個不相伯仲 去到八分鐘的這一刻,史達寧明保護了波OK了 可惜他就看不到左手邊的利萊薩尼空空如也 如果給多的話也有機會 足以證明了史達寧暫時還是屬於邊路的球員 還未可以打中路 作客球隊布里斯托城當然是踢得有板有眼 他們踢出來其實跟其他英超球隊實力沒有什麼分別 做點球上去有文有路的啦 如果不是都淘汰不到曼聯的 那場對著曼聯都表現了他們有支停插的套路 所以今天即使控球在腳壓上去打曼城的話 都猜到兩嘴的 不過對著曼城是否真的要壓上去呢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如果是踢一場英超 或者一場過的竹總盃 或者是兩回合的主場比賽 當然就不應該這樣壓上去 不過今天是兩回合的作客比賽 那就有理據去嘗試搶作客入球的 所以他們今天的取態呢 理論上都是合理 對呀 尤其是曼城的後防線是弱的 那搏到角球還會更好一點 而且他們還有秘密武器手榴彈戰術 那之前我們都見識過的了 頭15分鐘就呈現假對攻的局面 過程當中他們的左後衛拜恩也有射門的出現 他也是上場對著曼聯有波入的球員來的 不過這樣做當然是有些風險的 就是曼城會多了快攻或者反擊的機會 理論上呢 曼城今天沒有戴衛斯說 他們的主攻力會差一點 如果想凌封他們 死守他們 並非不可能 但是如果你這樣壓上去的話 曼城前面的幾個快馬就會多了衝刺 和發動反擊的空間 而且你自己控球在腳 也很有機會被人高興壓迫成功的 19分鐘的例子就是這樣 給史特寧高興壓迫成功搶到球 可惜史特寧比球太過差了 太過大力了 令到巴蘭道斯說射得不舒服 之後曼城都沒有可能不主攻 都有主攻的時間 雖然雖然亞亞托尼的派牌還算OK 不過沒有了大衛斯說 當然就沒有水銀卸地的配合 有時候都是要靠尼萊森 在左邊個人突破屈肌 而最近我看多了巴蘭道斯華的比賽 我就發現 他現在腦裡的那部計數機 就好像沒有計算得那麼快 他之前在摩納哥 就好像猶人有餘一些 但來到曼城就好像踢得比較慢了一些 看來就是他以前在摩納哥要計算的數 是少一些的 摩納哥的進攻簡單一些 但來到現在的曼城就複雜了 要顧的東西多了 就計算得不那麼快 希望他進步一些 42分鐘 這個布里斯特城的拼搏 終於得到了回報 曼城今次的犯錯 就是上季的那些後場猜失球的犯錯 而今天失誤的就是後衛的文加拉 他就被8號仔 對方的球員布朗希爾 壓迫成功搶到那個球 一個直線比下去 14號的列達那裡突破入禁區 就累死了 就是史東斯輸過12碼 史東斯這下當然是Late tackle 當然是12碼 那整件事要稱讚的 當然就是8號仔的布朗希爾 勤力壓迫 加上搶了球之後壓下去 一級級過了文加拉才給球 整件事他就做得很冷靜的 12碼 14號仔列達操都搞定了 上一場對著曼聯他 他就失色一些 但是今天就入球 其實上半場曼城有不少的快攻機會 他們快就快 可惜很多時候都沒有中間的超級連結人分到球 入更衣室的之前 終於有一個似仰少少的反擊 史達寧做假狗回後給中間 今次在中間做超級連結人的就是巴蘭道斯 在中間近禁區頂的位置 把球送回右邊的史達寧 有空位加上已經進入射程範圍 而史達寧的處理也是對的 套過龍門 但是今次要讚真 要讚對手的是 防守球員回防速度很快 而且今次成功保護到空門 做到事的就是上一場 都是在八強表現得好的四號仔 這個是分裂制的 布里斯特成已經拿到左下入球 而且繼續跟曼城打假對攻的確是很危險 所以下半場理應是踢手反擊的 不過他們暫時在早段就沒有這樣處理到這場賽事 重要就是高位壓迫太過猖狂 49分鐘就被曼城過了你的高位壓迫 這一次的反擊機會來的 可惜利萊薩尼捨得差 而50分鐘 曼城亦有一次反擊機會 今次就是布里斯特成進攻角球 上去的人 結果曼城打反擊 可惜就是史達寧今次的決定猶疑 亦都射得差 兩次的警號之後 這個布里斯特成也都未醒水 這個就是經驗的問題 依然是非常之猖狂去進行高位壓迫的 我都講過 如果你是想死守 就不應該高位壓迫 高位壓迫就會令到你前中後三線 拉牆給別人可以過了你中場線就反擊 結果又是這樣再一次被曼城反擊 他們龍門包和中的球 長距離地球上去 這樣就找到奇雲迪布里 奇雲迪布里這次終於有機會在中間那裡 推上去做超級連結人 這樣就大件事了 因為他真是一個正宗的超級連結人 而這次雖然紅色三的防守球員是足夠 但是 這一個是奇雲迪布里 亦都可以憑借著速度推去禁區頂的 只不過就是救防守的球員 所以他強行要分去右邊的史特寧 那時候是角度狹窄 但是就是史特寧今年開了竅 所以第一時間把球回到禁區頂的 奇雲迪布里 這樣就撞射得手 推成平手 為什麼這一次一回給這個 就是奇雲迪布里 立刻有射門的機會 因為對手高位壓迫 前中後三線拉開了 這個布里斯塑成 結果是沒有中場球員去保護防線 之後坐下球隊布里斯塑成 就真的要縮回去後面 其實現在1比1 結果是不差的 去到次回合0比0 進級的就是他們 相反 曼城這一刻就要做事了 但是這一班球員主攻力當然不夠 非常之少 是把球留在禁區頂的 去到69分鐘 亞古路進來 即是史特寧去右手邊 這樣就會呈現出 白蘭道斯華打進攻中場 但是始終暫時還沒有 曼城的球員適應 白蘭道斯華打 這個是主角的位置 所以主攻又做不到什麼出來 一直到最後都是要老鼠拉圍 還要靠明賣明賣斬高波進去 而曼城前面當然就是沒有高佬 沒有一個好像盧卡古可以屈倒機的人 但是今次去到保市的時候 亞古路也頂合球 明顯只不過是對手嚴重犯錯 今次對手的龍門 飛定出來的時間就很慢 其實有些級數的龍門 他衝出來的話 很多時候這次都可以把球相隨打出 但是今次完全是慢了 結果在低位的位置 就被亞古路頂合球 原場的之前 這個球都可以說無可避免 因為真是級數的所限 但是布里斯托城塞的第一球球 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只要下半場一開 不要高壓迫就OK了 如果你是縮回後面的話 可能這場賽事是不用輸的 不過講到這一刻 我們都要再一次表揚布里斯托城 好像光頭佬哥迪奧納賽後 抓著教練Johnson去表揚他 他們真是踢得很好 而且光頭佬還說 他們是踢得好過很多英超球隊 他們已經掌握到這次機會 告訴我們全世界的人 他們的實力和執行戰術套路的能力 雖然近期他們的英冠成績 是有點回落 不過現在還是排第四 還有希望的 希望他們終有一天可以上到英超 多謝大家收聽這條片的賽後評 之後就會預測一下 是車路士對阿仙奴這一場 四強的聯賽杯大戰 多謝大家收聽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想鼓勵小弟 也可以看我的片之前 有個Youtube 他插了一個廣告進去的話 你播完它就可以了 下條片我們再見 拜拜